明君老相对很团结 也希望能够在选举上面造势 来成就未来的选票 但接下来其实在网路上的团结气势 都是以椰子树刷了一排 到底为什么呢 夏威夷州的联邦参议员夏姿 Brian Schatz 他以一张爬上椰子树的照片 代表支持贺锦丽 他这边写的是 Madame Vice President We are ready to help 到底要帮什么忙 尤其贺锦丽现在非官方的竞选活动 几乎都是用椰子树来代表 像是端营的社群平台TikTok 少说也有3000多个相关的影片 到底椰子树是什么梗呢 贺锦丽难道以椰子树就能赢得大选吗 其实这个梗来自于她的母亲 因为去年在一场演说当中 贺锦丽曾经提到 她母亲提醒她们的家庭 社区 还有身处环境的重要性 当时就是用椰子树来代表 哈喽 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